还要先请教老师 看到说台股这一波 这个回测下来 其实也1500点左右了 现在我们看到说 其实在美国的期货盘 还有说像是在日股 都是呈现翻红的 对于说在日股盘中 一度是翻红 但是对于说在台股今天 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 老师怎么看待 我们台股在这一波 下跌过后 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迎来反弹的气息 当然这个台积电照 开发说会过后 可以看到花期马上就给予 这个调高目标价1500元 但是台积电今天表现 却是相对的疲弱 倒是在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说 领股交易是非常的盛行 今天包括鸿海 还有台积电的领股交易 都挺多的 老师又怎么来看待 这里何时会迎来才台积电 OK首先我们从指数好了 其实指数这边 昨天我直播就要跟大家讲 我们觉得协议第五波应该是结束了 接下来会进入到震荡的格局 但是其实我在上周 我们在直播上做一个撒盘推演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来就在讲说 我觉得第三季 变数比较多 所以第三季 做一个震荡整理的几率是相对高的 特别是美股 相对运回来的话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台股我觉得本来在产业面上 在基本面上都会相对有称 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定调的事情 其实拉回反而不是应该要紧张的时候 反而应该要去思考 什么股票可以介入 趁退潮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这个概念是这样 这个地方会跌到哪里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注意的 我觉得主要几个角度 大概是 第一个 如果我们来看 那个叫什么 那个 技术面的话 技术面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那个6月17、18 其实是有一个缺口 那个缺口的下源 大概是我们可以抓 大概22500附近 我觉得这个位阶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缺口 过去在6月25号 其实已经补过一次了 所以这个位阶 有没有机会守住 这是一个观察点 同时在这个地方 基线也都是持续的向上 所以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 就是中期的多头 中线的多头 其实趋势并没有改变 但是短线涨多了 进入到震荡的格局 是一个合理的状况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这个地方先说 刚刚的那个缺口 就是20500这个位置 应该是22500这个附近的位置 那当然另外再往上的话 其实在7月3号 有一个缺口 那个缺口的下源 大概在23172 大概在23172 所以这个位阶 今天算是昨天测了一下 测了一下 然后再来守住 然后今天算是又再往下 开又跌破了 所以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形成一个上方的压力区 所以这你就注意一下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格局 大概在22500到24 大概24000附近 差不多在这边形成一个大的箱形的几率 我觉得是相对高的 那这个地方 就给大家先注意一下 大概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区间的格局 然后再来我们要注意的是 今天其实贵买跌幅是大概比台积电 比加全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通常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 我觉得中小型股开始有表现的几率就是相对高的 那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再从那个基本面的角度 第一个昨天台积电法说会 坦白讲开出来的讯息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客观讲 确实昨天的状况是不错 但是昨天为什么跌 其实就是川普的保护费 那保护费昨天我们聊过了 今天就不赘述了 那当然从他整个第二季的销售的状况来看的话 第一个先进制程还是持续的在上升 已经来到67%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算是不错 但是再从那个技术平台 就是在应用上面的那个分别来看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HPC高效运算的部分 然后第2Q 第一季大概是46% 然后来到了第二季来到52% 所以这一部分是持续的上升 这个没有问题 那是谁 那就是回答吧 这个OK 然后再来以做人手机的部分 第一季是38% 然后第二季来到了33% 这个地方如果再换算绝对数字的话 那手机第一季 它的那个每月印象还有多少 还有71亿多 但是来到了第二季 反而来到68亿 68.7亿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坦白说 我们原本第一季在那个第一季法术会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是积极高 在手机的这一块 但是第二季开出来的成绩 我觉得如果算一下 我觉得不算理想 第一个是这样 但是当然这个部分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9月份iPhone要出新机 所以这个地方在第二季的单有寒多少 如果是因为新机的排挤效果 让原本的i15的订单下滑的话 那倒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后续的观察 后续的观察 因为今天也有其他分析师出来说什么苹果啊 从什么大力光啊台积电的法说来看的话 i16可能不如市场预期 有人有此一说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我会认为还是注意一下 因为我个人如果主观上来看的话 我倒是认为i16有换技潮的几率 我认为还是比较偏乐观 我个人的角度是这样 当然思考上面 应该说主观推论上是这样 但是实务上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真的的数字 那特别怎么样盯呢 那当然就是看 接下来7月的营收 8月的营收嘛 因为如果真的在拉货的话 照理讲应该是差不多近期就要再拉货了 客观讲是如此 所以这个地方7月营收就要注意 不过当然对于台积电而言 特别昨天魏董在讲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智慧型手机跟AI的强劲需求 他推估第三Q的状况 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第三季的业绩展望 其实还是持续在做一个提升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持续观察了 手机类别到底是如何 但是如果再从另外的角度 刚刚我们有提到先进制程 那如果再回过头来 我们来思考成熟制程的部分 因为客观讲 虽然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占比 是越占越多 已经来到将近7成了 但是其实你说成熟制程 其实他也是大厂 这个地方是这样 那如果以成熟制程 第一季跟第二季 营收的绝对值来看的话 其实第二Q 成熟制程也来到68亿 第一季的话大概是66亿 68.7亿 应该这么说 所以实际上 从成熟制程的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成熟制程的绝对数字 也还是在做一个上升 所以这个地方能不能推论说 电子股的景气 其实还是持续在回温 我觉得可能会往这种角度去做思考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简单讲回到这个格局 因为我们原本就预估美国第三Q 比较容易拉回震荡 这是已发生了嘛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川普出来 再放个炮 对不对 那整个市场跟着拉回 但是跟着拉回的时候 如果景气仍然是向上 特别是在AI的浪潮 我们讲说2B都还没结束 那就要开始进入到2C的阶段了 所以回过头来 反而是应该要注意 什么东西要买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昨天 那个法说会也特别提到 他说Cowars的产能 然后现在我自己就是 持续的扩产嘛 努力的扩产嘛 然后就Work hard 努力的扩产 然后他也希望说洗手 封测伙伴 希望在2025年到2026年 可以来到一个供需平衡 所以他说Cowars的资本支出 他说现在无法明确说明 然后就是out of my mind 这样 所以简单讲 这个地方 现在Cowars基本上的运用 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就是 那个挥达嘛 因为他的那个GP200 原则上就是利用Cowars 用chiplay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来大幅的提升他的效能 所以这一边如果Cowars产能 都还是维持一个供不应求的格局的话 那其实简单讲 就这个距离真的经济的衰退 或者是景气的落底 应该说景气的下行 我觉得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视为一个涨多的休息整理 那这个地方如果靠近季线 或者是说我们刚讲那几个点位靠近的话 其实就可以注意是不是有曾经的机会出来 那再延伸从Cowars的话题来看的话 其实昨天红硕也是杀一根跌停 结果今天开一个小高 又拉一个掌停回来了 包含3583的星云 其实昨天看到台积电不好 他们也真的都是跟着跳水 但是星云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拉到一个掌停板的位置 特别是昨天跟前天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今天这一根红K立刻就弥补了这个跳空缺口 所以这个角度 你说是不是一个 有点破底翻或者是洗刷刷的行情 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如此 看起来确实也是如此 但是很明显嘛 为什么今天他们抢 那就是昨天台积电的展望讲得好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所以说设备股马上今天就回温了 那其中包含像G2C联盟 军豪、军华 军华现在是掌停嘛 然后军豪也是在掌停的路上嘛 那包含自胜 已经现在是在五分钟戳一盘了嘛 所以这一组里面不是掌停 就是在掌停的路上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另外过去我们追踪的像什么 6788的滑行电 其实看起来今天也是 或者那个早盘稍微跌破月线之后 也开始就立刻转强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这一整组啊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都 都并没有说 好像因为啦 应该是说 昨天都是因为整个市场的因素 昨天表现都不好 但是今天就有洋梅土气的感觉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简单讲 这个时间点 当然你说 台积电 有没有机会震拉回承接 我觉得确实是有 但是你说在第三季的话 如果我们预估大盘是震荡 那其实大型股 维持震荡格局的几率 我觉得是相对高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真的要低买高买 低买高买 租多价差 我觉得大型股倒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 去思考所谓台积相关的供应链 那当然供应链除了设备之外 你说也许比如说像 那个化学啊 或者是说像什么加燈啊 类似这一种 我觉得都是可以持续注意的 一些题材跟个股 这个部分先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这里呢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今天要请教教老师 这个逆势抗碟还可以看到 包括上次在散热族群这里 那么这边怎么来看待呢 OK 其实当然你说散热族群 今天看起来你说像奇红啊 好像双红啊 好像今天表现都还可以 但是基本上 过去我们在讲散热族群的时候 当然奇红双红是所有外资都会cover的 因为两大场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个点 先以双红的角度好了 双红这一边其实已经是跌破季限 已经是跌破季限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在那个之前 7月8号的时候 再挑战一次高点 但是距离前高 5月29号的高点 其实已经形成一个高不过高的格局 那如果我们再从拉大一点格局来看的话 那我会觉得他整理区的下缘 可能是落在730附近 那昨天刚好也是点到 然后就稍微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 如果强势的话 是比较有可能形成一个箱形的格局 那箱形格局你要怎么做 就是低买高卖 就是箱形区间划出来 靠近低档买 然后上去做一个调节 概念上是这样 那再来他下面还有半年线 半年线目前是差一点碰到 但是还没有碰到 那再来以旗虹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概念上也是有点像 有点像 他们一样都是跌破了季限嘛 那当然旗虹之前的整理区间 再稍微在下面一点 所以以相对位置来看的话 基本上应该双红稍微弱了一些 那这个地方他们都是跌破季限 然后下面都有半年线的保护 那所以说那个散热这一组 坦白说我们看所有的基本面子资料 基本上都是说 可能到2025年 整个才会爆发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波的涨势真的已经涨得非常非常凶了 真的已经涨得非常凶了 所以你说会不会是已经是一个涨多 到末期开始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觉得看起来几率好像是比较高的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你看近期包含像外资甚至投信 在旗虹这边基本上来到了7月之后 都是一直站在卖方 那双红你7月初还要买一下 但是近期也都是站在卖方 所以这一组你说还要不要很关注 特别是这个龙头厂 我觉得过去的时间都涨多了 但是你说回过头来有没有一些小厂 比如说像3338的泰塑 你说在这一波整理的过程中间 其实它就是相对的比较冷静嘛 对不对 然后目前也都是守在纪线之上 然后你说其他的像包含像建策 前面蛮强的 然后最近几天其实刚好又回测到之前前波的 那个高点的位置也算是颈线的位置 看起来也有点指纹 所以这一组的话我倒会建议 因为其实以基本面的角度 我觉得本一比有点高 但是你如果回过头来从技术面的话 有没有机会甚至拉回 找机会去做买点 去做买进的动作 我觉得也是有的 但是记得在纪线之上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